所以佛法 特别是在现代 现代说是知识爆炸 原因是传播媒体太进步了 八十年前没有这些东西 在中国农村 我孙长在农村 真是天真无邪 什么都不知道 城里面发生的事情 城市拘令我们不远 大概也就是 图文巴到我们这个地 到我住的地方 我这十二公里 在中国华里 二十五里 不就差不多了吗 就这么个距离 城里发生事情 在乡下可能半个多月才知道 要没有人来的时候 告诉我们 不晓得城里什么事情发生 日出乎而走 日末而歇 生活 完全回归到大自然了 虽然乡下也有四叔 这些这个先生教书 教的都是古书 四叔里面教小朋友的 都是同盟养政 三字经 百家信 千字文 那些东西 报章杂志 没听说过 到大城市里面 哦 才晓得有报纸 有杂志 更大的城市 才有无线电的收音机 听到广播的消息 没电视 那个时候 偶尔也迎大都市里面 迎电影 电影是黑白 无声电影 没有声音 只看到动作 我们从那个时代 看起来 那就很稀罕了 在那个时候 中国的 这个 这个 文艺 这个节目还是很多 最 平常的是地方戏剧 给平据 偶尔还听到 捆腔 现在 没了 不但没了 这些名词 可能一般人 听到的非常陌生 这种现象 要说的不好听 文化破产了 流失了 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现象 希望我们这个修育 十年之后 能够真正地步上轨道 明副其实的 静宗学院 静宗学院可以复写 中国传统文化的 静宗 可以复写一个 希望在这个地方能保存 能在 图文吧这个城市 产生 影响 只要我们 认真把它做出来 就会 影响这个地方 局面 让他们 也能够 看到 听到 闻到 中国文化的 气氛 我相信 没有人 不喜欢 如果说 不同族群的文化 我们 接触到 不喜欢 唐恩比 怎么能 说得出来 解决 二十一世纪 世界 社会问题 需要 中国传统文化 他就不可能 说这句话了 他能 说得出 这句话 可见的 中华 传统文化 是 世界 一切人民 所 心爱的 他才能 说得出来 说这个话 才有意义 中国人 可多 在全世界 几乎每个 旧路 都有中国人 希望这些 中国人 都能够 认真 学习 传统文化 把传统文化 在全世界 承转下去 让整个世界 人民 都能够享受 安定 和平 幸福 圆满 幸福 圆满 这是 中国 古文明 对全世界 最大的 贡献 Bun 尖 天 、 我 不 有 天